我们的行程来到了第四天 离开虎跳峡北上太子关 老虎嘴口一个比虎跳峡更为险峻壮观的地方 两个人工开着出来的隧道 也是穿越太子关的必经之路 我是山友虾丸 正在通过镜头向你讲述我直续旅行 徒步探寻山川湖海的故事 到达石头城的时候 已经是前一天的晚上八点了 所以第二天我们临时决定在这里休整一天 也顺便好好逛逛这座悬崖上的那西族小城 可不过 mogelijk 大定的除去 小城都有点重拌 快点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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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眼睛 喘喘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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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8点 我们已经从石头城出发了 今天要翻过太子官去柳青 然后再到凤科住 今天的行程挺紧张的 要翻过太子官 昨天看了一下天气 说今天好像不太好 但是今天早上已经有朝霞 太阳也出来了 这边的天气都这样 先去半山坡的那几个村庄要路过 然后中午再沿山洛 沿山洛吃个午饭 不知道村里面有没有吃的 不过我们也带了路餐 好 那个石头城 那个是它的峭壁 石头城就在那 坐落在那块石头上 我们走过来已经刚好能看到 清城的石头城 阳光光刚从那个山那边翻过来 太阳 太阳 我们已经走到石头城这个峡谷的对岸了 我们已经走到石头城这个峡谷的对岸了 这边跟石头全差不多 也是规模小一点 现在是这样的 为什么好看 这是节骨草 有点节骨草 洗碗特别好 煲汤的 看那个上面 我们要从这里翻上去 放到那边 然后再下去 现在我们已经上到半山腰了 现在几个村庄都显现出来了 错落有致 这个时候的景别特别好 遇到一群驴子 挡着我们的路了 看着我们 看着我们 我们也看着它 上面挂了铃铛 好可爱 还有金沙江 到了这边已经看到金沙江过太子冠 下面到了盐山洛村了 我们下去吃个路餐 南方都是大石板路 都是大石板路 划得要命 大石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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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东西 看一下那块梯田像不像一个WiFi信号 还是满格的 绿色 它身体滑坡了 哪里 那个对面呢 这个地方滑坡了 小注意一点走 慢慢走 朝我的脚印过来就行了 突然发你的脚太大了 啊啊啊 这慢慢来 走完再走 你别跟那么紧 对 等它走完再走就近 先把灯上帐戳人 再踩 踩着 走完再走 横过去啊 横到那边去啊 那边切过去啊 对走石头上 好 这个山坡三谷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 颜色太丰富了 已经到了第一个隧道口 下面马上就到了 还有几百米 第一个隧道口 那个隧道就一个人高吧 大概一米多宽 第一个隧道 这个是六千米的 60米的还是90米的 有两个隧道 这个应该是60米的 那个短的 到了第一个隧道60米的 我们再拿头灯 其实也挺高的 多少了 我说这个洞 洞也挺高的 我以后还挺矮的 就一个人高 它这个估计也有两米左右 一会儿就过去了 我们已经睡到了 这谁的 贝贝你的手套掉了 我的手套掉了 贝贝的 我的不是我的 我的 出来了 哎呀 看一下这个洞 刚才洞里面实在太黑了 而且没有光 60米长 这个洞 好 我们接着往前面走 前面还有一个90米的隧道 这个都是当地人 人工凿出来的 以前那个交通实在太不方便了 走 这是第二个洞啊 90米长的这个洞 穿过这个洞后面就是一直在下坡了 有人在洞口画了一个妖姬 一只小鸟 这个洞好像还拐了一个弯里面 我拿个灯出来吧 在里面拍一下 最后看一眼石头城了 过了这个太子官后面就看不到了 你站好 90米的隧道 走 把这个真的拐了一个弯里面 把这个真的拐了一个弯里面 万一要塌了 好凉快啊 到了到了 还要吵 凉快 这以后都是下坡了是吗 嗯 过了这边就下坡了 好 好 好 不请看一下 看看 看了这里到哪里了 说了太子乖了 700多年前 袁世祖忽必烈率领大军南下 在这里渡过了金沙江 游牧民族的士兵 会按照北方的渡河方法 用动物的皮制作成充气囊 渡过金沙江 这就是被后世称为 圆跨格囊的事件 如今金沙江上游 也建起了电站大坝 使得水位大幅上升 江水也变得平缓 金沙江失去了它的野性 变得温讯且宁静 我们更无法想象 当年的圆跨格囊 到底多壮烈 多少年过去了 两岸一直还是贫瘠之地 如今失去了滔滔江水的衬托 就越发显得荒凉了 下一集 行程的最后 我们将徒步穿越一片原始森林 并翻越庄子崖口 在山顶还迎来了一场久违的飘雪 一路下到永泥乡 最终到达本次行程的终点 如辜湖 如辜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